交通部 航空局中部航部中心有一個施送的基礎 因為他拿獎子 拿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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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公司拍九年兩個月有機典型 公關的時侯還成功 其實現在有協助九位 台中的港部警察拿到家照 現在發言各一心算拍 跟他還有一個生理的港部警察 拍三年四個月和八個月的有機典型 航空局中部航部中心 這個施送的經濟組 甚至基礎辦理優廳動力修准的 引入向家照合法工作 比早出因為收集 繼續家照合協助 比一隻貪污水拍行九年兩五個月就到 不過後續還有安法案 一生前收集為高的警察拿到無實在家照 台東電視一生會不會拍施送的經濟組三年四個月 也有四個台東港府八個月度行 那他明知這個相關的人員並沒有經過這個相關的 規定那可以舉的駕照 他就以圍造相關的公務的方式 合法與相關的這個不實的駕照 台東電視表示 法官警委審理的港警 用基礎辦書的方式提到家照 換後 又沒有生前換行 最破行 以外被命官警 因為陣植治療法起訴 官警會和台東 官警總體 還有一次強調 會加強對待法庭要求 若使承判人員輪調 檢討各層級人員審核權限 並建立異常警示機制的 定期辦理內部集合 並配合檢調相關調查 警察 就是公務 就是執法人員 道德標準 要求會比一般百姓來得更嚴謹 同時上課之外 你還要提庫 提庫你一定要去唸 你沒有唸的話 你要考得過 考不過 昂信輝表示 專業科教 學科跟室科 要經過過四十八點鐘的訓練 又經過科技前提到合計的家照 對準的行程 才更有安全保障 記者綜合報道